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无光之深 从几步到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笛子左方 草旧方便往前 然后在这个瀑布的下方 下方有个山洞 我们进来 在这个山洞里有个头熊 然后我们清鸭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再传送回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笛子左三角 朝这个方便往前 然后学压 我们打开环墙斩往前飞 来到河的对面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河 车刃连了 我们先来到河的对面 来到河对面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笛子左方 我们往前 然后这里有两个车刃连 我们清鸭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笛子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便往前 然后前方 我们走到这一个小土路上 这些小土路 走到小土路上之后 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笛子下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能够看到石头怪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笛图 打开小笛图 再传送为我们 重击步道 下方的传送点 传送点揣在我们 就是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能够看到一个熊 跟三个小狼 然后我们过去 撑个架 接着我们 东方向小笛图 右方 沿着河往前走 然后前方又能够看到 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笛图 来到文野滩 文野滩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笛图 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我们依然是 来到河的对面 然后来到河的对面之后 我们往右看 这里又有两头熊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 小笛图 左下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跳下来 又能够看到一个车人连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中央巨龙 右下角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走到前方学下边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往我们左侧看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石头怪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表力就往前走 前方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熊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从它左侧可以绕一下 然后又是一头熊 然后我们再清一家怪 换完路 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月鸟泽 左侧的中处信标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越过桥 然后跳下来 前方小赌路 沿着小赌路往前走 然后就能够看到 这一个车刃连 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我们先来到悬崖边 来到悬崖边 然后我们跳起来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这里能够又看到一个车刃连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同样是悬崖边 我们跳起来 然后我们往前 就能够看到这个蜥蜴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下方 就是光鸟全西旁边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打开环家伞 往前走 一直往前 然后我们先来到河对面 然后这里有好多石度怪 我来到河对面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石度怪 然后我们先清一家它 好 清完之后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小地图右下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一堆矿石 旁边有两只 然后在它的旁边 还有一个巡逻的石度怪 我们先把这两个清了 再说 清完之后 在我们的 就是东北方向 小地图右上角 我们往前 沿着这个小泥路 往前走 然后前方 还能够看到一个巡逻的石度怪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玄机岭右侧 地上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 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又是一个槟榔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游龙脊 左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有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 小提出右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有一个斜着的树 然后在它身后的悬崖 我们跳一下 下方又是一个槟榔 好 跳起来 又是一个槟榔 跟山头猪 然后这山头猪 也是伊菲的青云 可以一起清掉 清完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天取木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北方向 小提出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有一棵树 我们来到树的旁边 来到树的旁边之后 然后我们往前走 往前飞过去 然后这里前方又是一个槟榔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最右侧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个槟榔 然后我们减压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盘龙崖的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就能够看到一头熊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继续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前方有两头狼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右上角的传送点 大哥的传送点 全西大哥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跳起来 在我们的右前方 我们玩就前方看 这里能够看到几个槟榔 然后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我们卧龙港 右侧的人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借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这里就能够看到一颗二熊 让我们清一家怪 清完怪之后 我们 清完怪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来到卧龙港 左侧的人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借角 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 我们先爬上来 好我们爬下爬上来 爬上来之后 我们继续西南方向小地图左借角 朝这个方向往前 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 有两头槟榔 那我们清一家怪